來了來了 來了啊 是誰啊 快點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啊 什麼 你是誰啊 你沒有的東西我都帶來了 機器器呢 機器在哪裡 機器器 什麼機器啊 我剛剛穿越的時候 不小心碰到了時空亂流 現在只能靠你原發的第一代系統回未來去啦 未來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你怎麼現在還不懂呢 這還要我解釋嗎 爸 爸 我就知道你說你年輕的時候有多天才 根本就是唬爛 OK 我就長話短說 我 是你未來的小孩 你是我爸 我是從西元2062年回來的 你在臨終前 交給我這顆能穿越時間的時空寶石 要我帶回來給50年前的你 今天剛好就是你說 你會發明出時光機器的日子 所以就只插這顆時空寶石了對吧 我發明時光機器 怎麼可能啊 聽著 如果你今天沒有在24小時發明出來 整個未來就會被改寫 世界就會末日啊 那我該怎麼辦 那就趕快把機器給完成啦 你是說這個嗎 什麼 你的進度也太慢了吧 還好我有把你未來研發的一些道具一起帶來 來吧 趕快把時光機做出來吧 好 等等 那是什麼生物啊 別激動啊 爸 快點走到我背後 他看起來很有攻擊性啊 等等 他是我室友薯片啊 他只是一隻愛睡覺的孽子類而已 不會咬人的啦 蛤 孽子類 哇 我那個時代的獵齒類都被喵新人給抓光了 還是頭一次見到活的呢 好啦 我們快開始吧 嗯 終於完成了 第一代的時光機果然看起來很陽春啊 所以只要把這個時光寶石放上去就可以了嗎 嗯 沒錯 嘿嘿嘿 嗯 太好了 那麼吧 我們就三年後再見啦 嗯 再見 幫我向媽媽問好 嗯 等等 我三年後就會生孩子了嗎 哈哈哈哈 欸 什麼 是哪個地方出差錯了 怎麼會 明明我都照著未來的指示桌啊 嗯 發生什麼事啊 你們在幹嘛 嗯 他是誰 嗯 你用的啟動裝置是α7600的強子對撞機嗎 呃 是我電腦裡的CPU 欸 你們這群人是在做什麼啊 你的名字不是叫金城武嗎 呃 是有人這麼說過啦 呵呵呵 金城武是我啊 你是 我未來的小孩 各位 碩博士 即將畢業當兵的朋友請注意 即日起 開始受理研發替代役醫院登錄 預計112年1月開放報名 用人單位有 台積電 研發科 中科院 工研院 台大 清大 等大學校院 共有400多家用人單位等你來申請 相關資訊歡迎上網查詢 如果有申請問題也可以來電詢問喔